小米开大 小米开大 进去啊 进去啊 放墙啊 这个半个帐怎么玩呢 不要紧 不要紧 我们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进去开个大 最后一波 这笔记本玩个游戏这么烫 我手都快变成熊掌啊 你说这还怎么赢 这还怎么赢 炎炎夏日啊 笔记本的温度也是在蹭蹭蹭地往上涨 有一些散热不好的本本呢 跑到八九十度也是完全不成问题的 那么长期的工作在九十度这样的高温之下 不仅有碍于硬件寿命 更是严重影响到了我们的使用体验 那么我们今天就教大家如何来在夏日保养好你的笔记本 你可能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笔记本刚买来的时候散热条件还是挺不错的 但是在用了一两年之后呢 就越来越热了 那有可能是因为笔记本内部机灰比较严重 或者说笔记本的硅脂干了 需要拆开来重新换硅脂 那我们首先呢 就教大家如何通过拆机的方式来改善你笔记本的散热吧 在拆机之前呢 首先你就应该准备好工具 第一 当然就是螺丝刀啦 为了不拆坏你的螺丝呢 我建议你使用一些质量比较好的螺丝皮头 比如我们使用的iFixit套件 就是质量不错的一款 虽然它的价格可能有一些昂贵啦 需要注意的是 有一些机器它使用的螺丝并不是标准的十字头螺丝 比如说像MacBook 出现这种情况呢 通常意味着你的机器不是很好拆 我建议你先去论坛里查一下你机器的拆机教程 如果不好拆的话 就不要轻易尝试了 很容易拆坏机器的 还是找一些别的散热方案吧 第二呢 当然就是硅脂啦 我推荐大家使用的是MX4这一款硅脂啊 它的性能非常的优异 而且涂起来比7183更好涂一点 首先 来拆一下我的HP OMEN 这一台本门采用了一体式后盖 对于这台本门来说呢 螺丝全部都藏在脚垫底下 那我们首先就把这一圈脚垫给卸下来吧 可以看到啊 笔记本的螺丝已经显现出来了 那我们首先就确定螺丝的尺寸吧 用几个大小比较接近的P头 分别去契合一下螺丝 你觉得完美契合的那个P头就是我们要用的啦 然后就把螺丝依次拧下来吧 记得把螺丝分门别类的收纳好啊 千万别弄丢喽 好了 拧完螺丝就可以拆后盖了 我这一台HP OMEN使用的是金属后盖 拧完螺丝稍稍用力掰开就可以直接取下了 不过由于后盖的边缘比较锋利 拆的时候务必要小心啊 我再拆的时候手指就被划伤了 有一些塑料后盖的笔记本 在卸下螺丝之后 还需要把卡扣弄开才能打开后盖 这点需要注意哦 千万不要乳莽用力 拆下后盖后 我们就可以对如图所示的散热模块动手啦 不过我这个拆机算是比较简单的 每一台机器的拆机过程都可能是不一样的 那接下来就让小天哥来演示一下 他的几台笔记本的拆机过程吧 大家好 小天哥又跟大家见面了 之前云飞说过 不同的笔记本的拆机方式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里我就找了几台笔记本 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是我这台MSI 这是一台有年头的本子 CPU还是使用的CRE2 T7500 可以看到区别于云飞的AUMAN 这台笔记本的电池不是内置的 因此我们养成好习惯 拆机之前先将电池取下来 接下来可以看到 这台笔记本的主板区和硬盘区是分开的 我们既然是清灰 就只拆主板区就可以了 螺丝拧拧掉 把这个盖子一拆 就露出了风扇和铜管 我们就可以进行清理了 这种笔记本拆机可以说是最简单的 拆开后盖的一部分 就看到了整个散热模块 不需要再继续往下拆其他部分 那么第二台呢 我们演示一下我现在的主力机 也就是这台东芝 把它反过来可以看到电池 老规矩我们先把它取下来 之后呢把这个底盖的螺丝 全部都给它卸下来 这台笔记本看起来有点像云飞的奥门 需要把整个后盖全部拆开 才能进行清灰维护 看起来挺麻烦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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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不是最麻烦的 我们接着往下看 第三台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款笔记本 也是东芝的 看起来好像跟上一台差不了多少 老规矩拆电池 拆开一部分后盖 然后我们把所有螺丝这么一卸 但却并不能直接打开后盖 因为我们没有检查键盘底下 我们要先经过超级麻烦的 抠键盘过程 将键盘拆下来 然后再将键盘底下的这几颗螺丝拆下 才能打开后盖 看到我们的散热模块 对于新手来说 如果你的本子设计比较复杂 往往拆机可能就要拆上一整天了 不过只要你胆大细心 注意不要把卡控弄蛇 螺丝拆卸到位 排线拆卸到位 相信还是可以慢慢的熟练起来的 不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第一次拆机呢 最好还是上网搜索一下 和自己笔记本相同型号的拆机叫声 以免遗漏了一些奇怪的地方造成损伤 再一个就是要记住各个螺丝和排线的位置 记住你的拆机步骤 至少你心里应该清楚 你这一台机器 散坏应该怎么样装回去 如果你拆了机之后 却不知道怎么装回去 那不就很尴尬了吗 好了拆完机 我们来拆散热模块进行清晖操作 镜头继续给到小天哥 之前可以看到 云飞的笔记本散热模块 是包含了显卡 以及CPU的一体式散热模块 就像是这一台白色的东芝一样 那我们就先来拆一下这台 在拆铜管与鳍片组成的散热模块的时候 要注意压紧CPU的这几颗螺丝 我们有句口诀 叫对角拆除少拧多次 由于不像台式机CPU一样有金属顶盖 这里的散热片直接压在CPU核心上 如果不小心的话 是有可能将核心压裂的哦 我们按对角线顺序 这里是三角形就无法 然后呢 是显卡的这两颗螺丝 我们也是把它少拧多次全松 不要着急 风扇还有排线在这里插着 我们需要小心翼翼的把它拔出来 同时 还要拆除两个用来固定风扇的螺丝 这些全部搞定以后呢 我们就拆下了整个 难道会等一下 网友 请不吝点 我咱们 大家 我 别 不 稍 我 这些 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接使用清水处理就好了 但是一定注意不能用水来清洗风扇哦 处理之后将其完全擦干 觉得不保险的话 可以再用吹风机吹一吹 这样我们的清理就基本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重新涂抹硅脂了 大家可以看到 出厂时厂商给玉图的硅脂 基本干的差不多了 我们将其完全清理干净 然后拿出我们的宝贝 MX4硅脂 之所以不用信悦7783 是因为它太干不好涂抹 不利于心思机操作 挤一点在CPU核心中心 然后用刮刀慢慢挂成薄薄的一层 看就是这样 否则你的风扇可就只能看不能转咯 原样装回笔记本的各个部件 这样我们的拆机清理就大功告成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清灰之前的东芝笔记本 烤机时间过去了23分钟 CPU温度已经94度 并且两个核心也逼近90度大关 在下方的CPU Usage框里 右边的红色字 CPU Throttling Overheating Detected 意味着它已经检测到了CPU的过热 而这个结果显然是我们所不满意的 清灰之后的东芝笔记本 烤机时间已经过去了23分钟 然而CPU的温度仅仅在87度左右浮动 还没有突破90度大关 核心温度也仅仅高过80度一点 比起之前没清灰的88度来说 已经下降了6-7度 效果是很明显的 再看下面的CPU Usage框里 右边一直是绿色的CPU Throttling 意味着它一直没有检测到过热 所以这样清灰前后的比较 我们还算是满意吧 不过你也许会说 我这个本门啊 买回来的时候散热就很差 即便清了灰它还是很热 或者说呢 我这个本门的这个接口上有防拆贴纸 不能随便乱拆 遇到这样的情况呢 你依然可以通过一些辅助散热手段 来改善你的散热 对于笔记本的辅助散热来说 一般可以分为两大种 要钱的和不要钱的 我们先来说一下不要钱的 那就是找来十几枚 这个一元的硬币 然后把它垫在笔记本的四个脚垫底下 抬高笔记本底部 与桌面之间留出足够的距离 让散热风扇吸入冷空的空气更大 而要钱的呢又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底板式辅助进风散热器 它的原理跟电高笔记本一样 都是让笔记本底部能进入更多的冷空气 而第二种呢是辅助出风散热器 也就是抽风式散热器 它的原理跟这个不一样 是放在笔记本的出风口 利用它的高转速 将笔记本内部的热量抽出 达到快速降温的部分 需要注意的是 上述辅助散热方法 并不适用于诸如MacBook 或Surface这些非底部进风的笔记本 对于这些笔记本来说 使用冰电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接下来呢 我们就用这台白色的东芝笔记本 来分别测试一下 这几种散热方式的区别吧 首先我们测试一下 不依赖任何辅助散热方式的情况 可以看到 CPU温度稳定在72-73度附近 说明这台白色的东芝笔散热还是不错的 接下来我们使用硬币打法 将其四角垫高 可以看到温度是降低了4度 在68-69度之间徘徊 可以说这个免费的方式还是最有成效的 而当我们使用另外两种辅助散热方式时 效果却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巨大 得到的成绩跟直接垫高笔记本不相上下 或许这种外置辅助散热方式在某些温度较高 散热系统较薄弱的笔记本上效果会更加明显 但是依然建议大家先试试垫高笔记本 毕竟是个零成本的解决方案 说不定有着神奇的效果呢 看完了本期节目 是不是又对你家的本本充满了信心呢 不过增强散热更多的是改善你的使用感受 它并不会对性能有一个质的飞跃 如果你想要提升笔记本的性能的话 不妨期待一下我们下一期 关于笔记本升级方面的讲解吧 喜欢我的节目请给我投币收藏评论转发还有打赏 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